新北市第一条名人像就要在卢州地区出现了 新北市政府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李永邦将军 就决定在他的故居卢州李宅巷口 家住李永邦故居友邦像 希望能够引领更多民众来探访古迹 另外李永邦纪念同像也已经进入了设计完成阶段 只要地点确定之后顺利的话 5月份就可以正式完工开放了 为了纪念李永邦将军 以及推广卢州李宅文化 新北市议员李昆成日前邀请文化局 民政局等单位共同会刊 针对民政局规划 将在卢州李宅入口的中正路243项 家住友邦像进行讨论 李昆成建议应家住为李永邦将军故居友邦像 让古宅入口意向更为完整 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说 虽然民政局他有本来有一个示意图出来 那我们觉得说可以再做丰富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牌子 我们就写说是写李永邦将军的故居 然后再写个李永邦像 这样子大家比较清楚说 这条巷子为什么要命名叫做这个友邦像 文化局长林倩奇表示 朱市长曾于过年前到卢州里宅探访 当时也承诺将设立李永邦将军同像 并列为文化局的重点工作 而该同像现在已完成设计规划 等到地点确定后 渴望在五月份正式启用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时间 像是友邦将军的一个生日 或者是在这个五月份母亲节的这个时候 那我们都期待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然后让这样子的事件跟设置的这个意义 让各界了解 卢州里宅是台湾第一座民宅古迹 期间经过里宅维护文教基金会多年的维护管理 并定期举办古里抓州等传统文化活动的文明 而随着友邦像及同像的设立 将更能凸显卢州的在地文化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 记者伦宏采访报答